好,现在我们继续,我们讲Snot,下面开始写规则了 这个很麻烦的地方 首先我们要聊一下Snot 其实 我说过,其实 斯科这个所谓的FARPOWER 前身是SourceFile SourceFile这么回事 就是他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开源部分 一个是开源部分就是全开放的,完全不给钱的 还有一个就是SourceFile专门的产品 然后当然肯定是要收钱的,卖给企业的 斯科这个收购,其实把 非常重要的东西收购过来了 首先SourceFile把那些 商业部分的产品收取过来了 Snot,Snot是开源的部分 开源IPS,这也收购过来了 还有他的 这个黑客团队TANOS 那么 这是他比较重要收购到的东西 OK,还有他的AMP防病毒那一块 就是 防病毒那一块,然后他的黑客团队的一块 然后呢 商业的IPS一块,还有这个开源IPS一块 全部都 一起收购过来了 啊 虽然说叫这个 领导者的IPS 虽然说是商用IPS 现在是商用IPS 其实他的最本质的一些核 其实还是这个Snot的开源部分 你要知道开源为什么流逼 就是有很强大的社区 有很多的人 愿意在里面去 做一些IPS的策略 条目 放到里面去 啊 就是说 现在吧 比较流逼的 这些开源的东西 但开源呢 其实有时候他不挣钱 有时候又不太能够运营得下去 啊 所以前段时间我还做比喻说 那Snot被Snot被私个安全收购 其实特别像这个GitHub被微软收购一样 其实开源是挺牛逼的 就很多 很多人愿意 愿意贡献他自己的一些东西出来 而且如果社区做的比较大的话 确实开源也挺牛逼的 但是他其实 由于他不能够盈利 所以说 他永远 感觉他就是不能够很好的去持续下去 OK 我简单说一下 就是思科这个 很多他那个IPS很多内部的东西 绝大部分东西 都是由Snot作为底层来实现的 就是开源的部分实现的 当然这个东西无所谓 思科自己的东西 好 那么 那么 思科其实就是收购了 我思科收购Snot 我以前发过 就非常像微软收购GitHub一样 都是一个 币源的企业 然后收购了一个开源的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Snot的规则 它里面有很多keyword 还有argument 看看先了解一下这两个词 一个keyword关键字 argument叫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如果数据匹配了所有的条件 然后呢 就能够触发 规则 就说说白了就是什么叫Singleture 一会就会写 Singleture就是会写很多条件 然后呢让它去匹配 然后 你可以用and的关系 你可以用all的关系 如果说是and的关系的话 所有都要匹配all 然后才能够触发 你的策略 好 这些规则呢就分为两种 一个叫做share object 共享出来的那种 还有一个人叫标准的 标准的文本的 规则两种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这个share object 规则 是Tanos创建的 Tanos 这个是 这个 去给你做的 然后呢 更新给你的 这是一个share object 是Tanos做的 还有一个呢叫做标准文本的 标准文本呢就是 随便谁都可以创建 都可以修改的 OK 两种不一样的 一个是Tanos做的 那个东西 你是不能够 你是不能够创建太多类型的 你可以 创建和修改的就是这个标准文本类型的 两种类型的这个规则 好 然后下面呢他就重点给你介绍 因为这个Tanos那个 你是有改不了 你是没有办法去修改他的 那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创建他 你只能接受Tanos给你推过来的东西 好那下面呢就说那唯一能够让你 做的 创建的 就是标准文本的规则 这么说吧我觉得 以前我们的安全系列考试 现在是没有了啊 以前有一个 部分叫IPS 现在没有这个部分了啊 有一个部分叫IPS 而且那个部分IPS呢就基本上怎么套路啊 基本上就是首先出出IPS 然后呢 调整一个已有的 那个规则 叫Singlature 特征码 我们来说一下Singlature 说一下这个词 这个词还是比较重要的 Singlature 我们说一下这个Singlature Singlature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 在安全里面有两个翻译 一个翻译如果说你听我在讲这个 数字证书 数字签名 那这个Singlature 叫签名 好如果说呢 你在听我的安全的IPS Ideas 那这个东西叫特征码 特征码就是匹配的一些那些工具的特征码 所以说Singlature在我的课里面有两种翻译 要在不同场景里面用到不同的翻译 比如今天很明显的特征码 OK 那么比如说以前考试就是让你出售IPS 然后呢对已有的一个Singlature 进行调整 满足他的要求 还有一个呢就是题目会提一个比较妖妖的需求 说这个天生的Singlature是没有用的 那你应该创建一个Singlature来匹配的 一定会有两个题 以前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特别自定义Singlature 创建一个Singlature来匹配一个工具 还挺有成就感的 但是现在呢 似乎现在时刻也没有什么考 我怀疑那么考官可能跟我的状态也差不多 那么对这个新的IPS 因为才说过来不久 都不太了解 但是我觉得慢慢的他一定会考这个玩儿了 这个玩儿好变态 当然可以通过图讯化界面做 也可以通过这个文本的写 他主要还是讲这个文本的 但是如果这里文本都知道怎么写了 图讯化界面一定没问题 一会会讲图讯化界面 文本都知道怎么写了 图讯化界面一定没有问题 他说这个规则 规则 其实也就是一个特征码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头部 一个是主体 玻璃 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个 就是 首先他说的这个头部 头部你看一看基本上就明白了 你看他的头部呢 其实主要是定义了怎么来匹配流量 可以看一下 怎么来匹配流量 他决定了这个行为是告警 协议 协议TCP 原地址 外部网络 这明显是一个变量 有时候再说这个变量 然后原端口是any 然后呢这个操作就是方向 方向 然后呢就是目的地址 Honet 一般来说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就是咱们内部网络 目的变量口就是httpp 你通过这个header 来定义了 行为是什么 定义了你要匹配什么样的流量 就是对这种流量进行分析 这是header OK可以理解 这个header好处在于 它精细的控制 减少了监控帽的数量 精气的这些算是个过滤器 就是只对这种流量 我才会去对他进行分析 由于你控制比较精气 你的监控帽的数量就会比较少 这样的话就会减少 误报的可能性 首先 你要把你监控的流量缩小 只对了一些流量的监控 这是header 头部 就有刚才我说的东西 这刚才就讲完了 好 下面呢就是规则的主体 就是下面的规则的主体 OK 我们简单看一下规则的主体 首先呢 他每一个重要的段落都用这个 都用这个分号分开 其实每一个都是用分号分开 有些人说这个斜杠什么意思 斜杠如果说你知道编长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意思 这就是 如果说你可以写一行 可以写很长很长一行 但是很长一行的话就不好 不好显示了 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就是相当于 主动换行 其实他们其实就是他们就是一行的 那这个斜杠其实就是帮你来做主动换行用的 Python就会讲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没有意义 这个斜杠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斜杠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重点的风格其实还是这个 分号 重点的风格还是这个 分号 分号来风格里面的每一个 重要的这个 应该叫keywords 关键字 就是这些message 这些叫keywords 关键字 好然后后面keywords后面 这些后面 你看还有一些用斗号风格 用斗号风格就是这个 每一个这个分号里面 再分格 是用的斗号风格 大概看一下这个效果 然后呢全部呢都在一个 小括号里面 全部都在一个小括号里面全部就是一行 用这个呢只是这种 书写方方法而已 就是主动换行 其实他们是一行的 好然后呢 有很多keywords 用这个分号风格 然后每个分号里面呢 可能还会有些斗号 这个用来是 应该它叫argument 这些后面这些叫argument 变量 用这个斗号来分格 一会咱们再会再讲 好那么分析包的内容 这就 主体了主体就是说你匹配了这些数据 然后下面呢我们要对这个数据进行精细的匹配 对吧 好 包 主体就是分析包的内容来确定恶意活动的存在 正则表达式分析包的负载 监控包的特殊的之段 就是说 首先我要 提取说我只监控一些特殊的内容 然后呢基于这些特殊内容 我可以做一些正则表达式的 处理 都是可以的就是我可以定义 我要监控哪些特殊内容 然后 对这些特殊内容 做一些 表达式的 正则表达式的分析 都是可以实现的 其实所谓的这种signature 大概就这个效果 对这个包的某些字段 然后 做一些特殊的分析匹配 匹配上之后呢 就会认为是攻击 然后就怎么立了 好 下面呢就会给你讲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分为几个 几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分为几个部分 首先呢就是这个 message message 你看第1个 第1个部分 就是这个message 看到吗 就是这个message message message就没有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 文本 来做说明的 就是用一个文本来说明我在匹配什么样的攻击 之类的 其实header反而没有说明 header是用来匹配什么流量的 这个message是一个说明 就说 一旦你出发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 告诉这个管理员说我这个攻击啊 我这个signature是匹配什么样的攻击的 这是一个介绍而已 可以理解吗 介绍 message是一些介绍 然后后面呢 其实就是相应的这些 keywords 和argument OK 监控的功能包括 比如说他内容的匹配 协议特殊的政治表达式匹配 特殊状态的匹配 就是下面就是很多的keywords 比如说 这个flow 这算是一个keywords content 这是一个keywords 你看有很多的content 还有metadata 这些都是叫keywords 就是 我要匹配 tool server tool server tool server 可以理解吧 就是这些就是相应的keywords 后面就是 后面这些就是 argument tool server argument establish 就是argument 然后这个flow就是keywords 可以理解吗 第1个是message 然后后面这一堆应该都是相应的keywords 和argument 用来匹配各种各样的东西 大家了解啊 它可以基于你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基于这个 就是内容匹配内容 然后呢 就是 匹配一个字符串吧 可以理解 匹配一个字符串 然后呢 匹配政治表达式 然后呢 特殊状态就是我把你 你这个TCP我要把TCP重组装起来 然后对里面的 特定的那种重组装之后的内容进行分析 关键词很多 每一个关键词那里可以定100个以上的这个参数 就是argument也很多 keywords也很多 这个他就没有特别系统的就讲了 你要去了解这个 这个keywords argument 你要去看snot的文档 snot的文档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这个介绍 他只在给你解释这些东西大概是干嘛的 而且特殊东西还会简单的说一说 首先这是keywords argument 可以理解 这一片就是keywords argument的匹配数据的 好 好然后呢 他用来匹配然后呢还有一个叫priority priority当然这里面是没有写priority的我看是没有了 这没有写这个priority就是优先级 没有配这个priority优先级你可以配你也可以不用配 然后默认就是如果不配的话你的priority是 是通过你的事件归类 你的规则的事件归类你是属于哪一个类后面会有相应的归类看到吗 现在归类他说基于你的这个归类 我通过你归类 来 得到你的priority 当然你也可以 手动去指定你的priority priority有 低中高三个 priority 就是说明高是很重要的了 对吧 低就不是很重要的 默认你也可以不配 不配的话就基于你的归类来 推算出来的priority 然后呢还有这个参考 就说 我相信你既然在抵御一个攻击 那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已知的一个 已知的一个威胁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有一个 已知的威胁 在这个时候呢肯定网上有一个链接会 会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威胁 所以你应该给一个参考 就说 让管理发现这个这是个攻击 这个攻击是怎么回事呢 管理想了解一下 那这就你就应该给他一个参考 让他到这个网站上自己去看一下这个什么样的攻击 OK 这是一个 好 下面的就是归类 他会有38个类 这个也这个文章里面也没有讲的38个类 就是有38个类对 各种各样的这些signature进行归类 基于归类来得到priority 这是一个 好然后呢你需要为每一个 这个规则定一个 定一个唯一的这个signature ID OK 唯一的ID 好本地的规则就是说从这个开始 每一个新增一个规则会有增加1 就是你创建的一定会从这个开始 多增加一个会增加1 好然后呢 就是reversion number 就是改了几个版 第一版应该1嘛 然后第二版应该2嘛 就是reversion number 还有一个叫 产生ID 他说了 所有的这个 我们标准文本规则都是1 这个 都是1 不是两种吗 标准文本规则 还有这个 这个Tanos的这个什么share 什么share规则 对吧 那个share规则就动不了 那么我们能够 唯一能够动的 就是这个文本 文本规则 标准文本规则 它就是一定是1的 好 当然我这个他这个例子里面的是有些有是有些是没有的 但是基本上有吧 第一个message 然后后面这一片刚才说过 这一片就是用来匹配的这个keywords argument 然后你看这些有相应的参考 有相应的类 有SID 有reversion number 有这个 GID 基本上还是有的 应该就priority 好像没有 基本上都有 priority不用写 他不是说会自动产生的吗 对吧 好 这是一个 他又说了 他说呢 规则能够被定义是一行 或者说用这个斜杠 分割的多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区别 其实 其实是我认为这些都是一行 因为这种换行其实 只是你主动换行 本来就是一行的 只是你觉得这些一行太长了 用这种主动换行来把它分开而已 OK 所以说我不认为呢 这叫做两种 两种方式 我觉得只是一个东西的两种写法而已 这个没有什么用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刚才的文本方式来创建 也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来创建 图形化界面基本上跟刚才看到差不多 你看一下 依然会有这些 Message 有归类 有行为协议方向 这个明显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 就明显是那个header部分的 对吧 这个部分就是header部分的 OK 好这个就是那个归类 这就是那个message OK然后下面这下面这一些 下面这一些主要就是这个 keyword 这个是keyword 然后里面叫 argument 可以见吧 Message 归类 这是header的部分 然后这是 keywords argument 你也可以在这儿来创建也是可以的 OK完全可以创建一个 未来我在做政客的时候一定会创建一个 signature来匹配一些特殊的流量 我觉得以前反而我还对这个东西挺有乐趣的 因为考试以前经常考现在 暂时不考这东西了 我觉得未来应该也是会考到的 signature 支持允许执行监控功能的关键字 就是keywords keywords来实现各种各样的操作 比如说可以做内容匹配 协议特殊内容的匹配 状态特殊的匹配 就是keywords能够匹配 内容啊 方向啊 是不是建立啊 等等还真正表示啊 这是可以的 在一个主体 整个主体在一个括号里面 每一个 规则选项使用 封号 结束 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 用封号结束 这个封号结束 message 然后这些都是keywords 然后这些都是用封号结束的 用封号结束 一个关键字就是 的参数就是一个keywords里面argument 用逗号风格 这一个 keywords 这个keywords里面的这些argument 用逗号风格 OK OK 这个 也了解了 好下面呢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内容 我们要匹配呢 匹配这个root 然后后面呢 比如说叫 他这个有一个说法 这个东西叫 我看看他有一个说法叫做 这个keyword的后面 你看就是后面这个 no keys OK 应该就是 应该是不区分大小写的意思 应该是不区分大小写的意思 就是后面还有一个说这个这个匹配的词应该是怎么来匹配的 可以解 好 还要了解一点 比如说特殊制服 比如说这个地方特殊制服 比如说应该是 冒号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 有冒号特殊制服 你会发现 比如说这个两个管道符中间一个3a什么意思 我解释一下这个3a是 16进制 16进制都需要用管道符给他 扩起来 然后呢这个16进制3a正好是冒号的asic码 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其实这就相当于在匹配一个冒号 两个竖杠 这叫管道符 其实就是 用来把一个16进制 扩在这个两个管道符里面 这个16进制是 对应的 特殊制服的 asic码 其实就login冒号 root 这个匹配的东西 OK 然后呢 这个 要做告警 要匹配这个流量 然后呢 告警之后 会显示一个message OK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就能够看到比如说 你看要告警然后匹配什么样的 一个流量 然后呢 这是相应的 告警的内容 然后呢是to client 要establish的 然后呢要匹配这么一个东西 OK 好快速的匹配真的表示 然后 然后这服务是telt 然后呢相应的归类 sid reversion number gid 这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 signature OK 匹配相应的流量 好 刚才这个说了啊 这表示是 中间是16进制 你要去查这个16进制所对应的 ASIC码 你就知道这个匹配是什么东西了 OK 16进制一定要放到两个管道服务里面 这就是相应的这个 ASIC码 要自己去查一下 好 现在你看一下这个content keyword 一般来说都跟了一个叫 modifier 这个怎么翻译呢 叫 修改期 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 Modifier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No keys 这些东西 No keys就是一个 Modifier OK 也就是 忽略 忽略 应该是忽略大小写 就是这个就比较比较经典 就是root我不许分大小写 大写小写的都都要被我匹配出来 这叫做Modifier 好这个content 我说了 他现在 请注意现在进入什么 阶段了 现在他进入了要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我看看应该是重要的一些 argument的介绍 argument的介绍 比如说这个No keys 然后呢他又会介绍offset offset 看一下我简单解释一下 offset指定了一个 检测的用 什么地方这个检测引擎应该开始来搜索这个内容 在这个包里面 比如说呢 如果说你不止定offset 那么 我要匹配一个东西 那就从 这个包的最头开始找 不在这边啊 如果你不止定offset 那么我要找一个特定关键字 就从那个包的头开始找 你如果设了offset 就是前面那个部分不要找了 直接从跳过offset的内容 直接从offset的后面找 offset 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是 深度 深度 用来查找 是 查找的字节数 就是说 我最多会查找到多深的一个位置 就是我搜索这个 内容 那么最多会收多少个字节 那如果找不到 那可能我就不收了 叫做 这应该叫做 深度 OK 好 还有一个叫做 Distance 叫距离 这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这个 我要在一个内容里面反复去匹配一些特定的关键字 请注意是反复匹配 那么好 第一次我匹配了之后 我要 跳过一个Distance 然后再往后面匹配 这叫做 距离Distance 就是说 我找到了第一个匹配 然后我要跳过这一个Distance 然后再往后匹配相应的一些 这叫做Distance 然后呢 就是说 我下一次匹配必须要在多少个字节来完成 就是必须要在多少个字节来完成 下一次匹配一定要在多少个字节来完成 如果不完成也匹配不了 这就相应的这些argument的介绍 就说这些 这些东西可以让你来 调整 你应该 搜索多少字节 然后下一次匹配应该跳过多少字节 从多少字节开始算 这些就是在 其实就在介绍这个content 主要是介绍这个 content里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 argument的介绍 因为content里面的argument的介绍 下面有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signature 就用到了一个 Deep角 我们来看 Deep就是 查找着自己的深度 最多 搜索多远 简单了解一下 好下面呢 他又介绍了一个叫 Flaw的keywords Flaw Keywords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比如说像 他是一个 他的很多数据 比如说你敲conflict 比如说你敲showrun 他不在一个包里面的 他这个一个流里面的很多包里面的 所以说你需要通过Flaw 把它们 重组装到一个 一个暗序的字符串 然后在这个暗序的字符串里面来进行匹配 不仅TCP 不仅TCP可以 UDP和ISMP都可以帮你来做 排序 给你 做排序 然后呢 做一个字符串 让你字符串里面的匹配 可以实现的Flaw 好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PCRE的keywords 这就真的表示 你就可以做一个正则表达式来匹配一些重要的 比如说电话号码呀 社会保障号啊 这些东西 这是正则表达式 基本上呢 他就简单的给你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content keyword argument 然后呢 Flaw这个keywords 以及argument 还有这个 正则表达式 说了一些keyword和keyword如果有argument 他也把argument给介绍了一下 好下面呢 基本上他就基本上把这个格式说清楚了 我花了好长好长时间 大哥们来研究研究这个东西 把它看明白怎么回事 好然后呢 下面就说那好 你了解这东西了 那是不是可以自定义Signature 当然都可以的 但是他说 你在自定义Signature之前 一定要了解几点 首先呢 查看 首先你要自定义Signature 首先你要了解 首先你先 查看一下存在的斯科Tanos 的这个 你要看看他们怎么写的 你不要乱写 你要看他们怎么套路 你看他们怎么写的 先看看他们的 你不要乱动啊 这第一个就是这么回事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就说 写的不好很严重啊 写的不好会极具影响系统的性能 你要注意啦 这个最好先测试一下 不要直接到线网里面去用 好然后呢 你应该去 经常去用一些keywords的这些argument 来对他进行 然后呢 来精确的匹配来 来增强性能 来减少 系统的 资源的消耗 就说你应该 把这东西定义的更准确一些 不要那么宽泛啊 就是更准确一些 更精确的匹配这个流量 还有一个 这个很有意思 他在说什么呢 你不大可能 就说 比如说有一个 一个新的漏洞出来了 就是新的一个漏洞出来 有个新的漏洞 有个新的攻击出来 来说你自己去写一个这个 这个 规则来匹配这个新的漏洞 他说你这个没有必要 TANOS会自动帮你做的 就说 你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新的漏洞 因为可能他觉得这个技术栏很大 而且你也不一定写的好 你还是需要专业的这个TANOS帮你写 你不用操这个新 他们会帮你写好的 但一般情况什么时候你需要去自定义呢 自定义 自定义呢 比如说 后面他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他说 比如说 比如说 里面有一个网站 上线了 但是呢 有一些URL 那么 就是 虽然上线了 但是 一些对外开放的一些链接 你们已经 做过安全防控了 就是说这些页面你确认过没有漏洞 但是有一些部分是用来网管的 而且这些部分很有可能是没有经过你有效的安全 安全分析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应该 去做这个特征码 来匹配 访问这个网站的一些特殊的一些URL 然后对这些流量进行 干掉操作 他说呢 基本上你不可能去 自己创业Signature 去抵御一个 已有的漏洞 漏洞的用Talos往里做 基本上呢 你都是说 你要分析一下 你的网络里面 有些什么样的 脆弱线 比如刚才那些 你认为 你们的公司的那个 某个链接有问题 OK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像以前 以前我们 有一个 加密软件 加密软件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用的加密软件 都是云端的 别人提供的 以前有段时间的加密软件是我们 就是开账号 还有你们这个认证都跑到我们公司来 我自己要维护一个加密软件的服务器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服务器首先需要你们去访问他 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可以 去认证 但是呢 其实呢 如果不做控制的话 其实互联网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去 登录他的 管理端 互联网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登录他的管理端 去创建账号 虽然说你不知道我的管理员账号一般也创建不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应该 给你们开放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做一个这种 Signature 说 源自于互联网的 想访问那个 管理链接的 就应该被干掉 因为我觉得这个你不应该访问的 对吧 这就是 我认为的一个 我认为我们公司的一个已有的催促性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给你看呢 不应该给你看 所以说我又做个Signature 把 访问那个特定URL的那个 请求给干掉 他说你不要去 这个 已有的漏洞 Tunnels来搞 你这是基于你的环境 你判断 哪些是 以这个 你知道的一些脆弱性 你应该做一个 特成马来把它处理掉 好 他又会介绍一个 一些规则 keyword argument 需要对流量进行decode 和一些解码和预处理 如果需要预处理 系统会自动使用它 虽然说预处理 保持 禁用 在 网络分析策略图形化界面里面 就说 他这样的就说虽然说在这个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那个网络分析策略 网络分析策略 这其实就是这个预处理策略 我说过这个很麻烦的 IPS策略 他不是还有一个预处理策略吗 这个预处理策略名字叫网络分析策略 什么意思呢 就说虽然说这个网络分析策略里面可能这个功能是禁用的 但是如果后面这个IPS是需要的 他会自动的给你 给你激活 依然可以帮他做预处理 简单了解一下就是网络分析策略是 IPS入侵策略的一个预处理策略 先预处理 然后再交给 IPS 和下一代防火箱处理 他的功能好麻烦的 有一个预处理 预处理就是网络分析策略 然后呢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创建你的规则 我们简单看一下在哪创建 在object很神奇啊 在object里面 在object里面你可以在这创建相应的规则 当然他说过其实也文本的文本子传上去 也可以在这手工创建一个是可以的 入侵规则 你看这就可以导入规则 你可以把你的东西传上去 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创建一个规则 这是相应的规类 你看可以创建一个规则 这是相应的规类 不是有38个吗 对吧 现在规类 这是可以创建规则 可以文本的创建传上去 也可以在这儿图形化界面创建 都是可以的 好 这儿就举了一个例子 跟刚才我的例子差不多 他说 就是你们有一个管理页面 有一个管理页面 以前是对外的 现在突然发现有攻击者来攻击你 而且你又发现这些攻击者 居然 他用了 他对htt攻击 而且他的user agent 居然是包含了这么一个关键字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做个signature 来去对 访问这个url的 然后呢 http的 user agent 有这么一个关键字的给他干掉 当然我觉得攻击得够蠢的 就在user agent 就在没有隐藏 user agent 完全可以轻松的 通过各种各样的工具 隐藏掉的 你看 比如说你特别确定 这叫攻击的目标 然后呢 又发现这个 user agent 里面有这么一个关键字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做个 这个signature 他这叫规则 叫rule 来匹配 访问那个url的这个user agent里面有这个关键字给干掉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 你所知道里面公司的脆弱性 这不是一个漏洞 不能说是一个 公开的一个 已知的这种大型的漏洞 不是那个 就基于你自己的情况 来分析有些什么脆弱性来开发相应的 相应的signature 来抵御他 好可以上传 你看 刚才看到可以在那上传你所定义的文件 然后呢 导入刚才看到导入 然后呢可以 这也是可以 搞定的就导入也没问题 然后通过图形化界面写也是可以的 好他又会给你讲说不管你自定义的还是导入的那你一定要把他放到一个 一定要把他放到一个入侵策略里面并且把他 激活 才生效就说你要把他放到一个入侵策略里面然后把这个策略搞到一个防控制规则里面去 才会生效 就在说这个事 好下面就在说 入侵策略说啊 这个我给你讲现在咱们讲了多少我们还有一半 还有一半 入侵策略讲完了下面我们来他又来说什么 他说 预处理和网络分析我说网络分析策略其实就是预处理策略 那预处理准备流量为了进一步的规范化流量或者找到协议的异常说实在就是 你不是很多逃避就说吗 那么你会分片啊 各种各样的那些 制造一些问题那好我通过预处理来 把那些 网络的异常 一些特殊的一些分片的东西给 都给你清理了 对吧 那些不满足要求的给清理了全部都给你整理好 把这个数据都规规矩矩的给你 给你整理好 给你好好的把解码都给你做了 你解码好 比如说都可以 给你解码成ASIC的 或者UTF8这种格式 然后呢都整理好规范好然后再交给你的 IPS分析或者说你下载防火墙分析 这样的话处理起来效率不一定很高吗 这个所谓的预处理和这个 网络分析这个策略其实就干这个活的 预处理器能够产生预处理事件当包触发 配置的预处理器的时候就说 这还有相应的事件如果说 你匹配了相应的这个预处理 器的时候 我要对你做一些特殊的一些处理的时候 这个还会有相应的日渐 这个事件都是给 出现的 网络分析的基本策略决定了哪些 预处理被激活 和每一个的末日策略就是 你看网络分析其实里面就是给你 一堆设置 就说哪些预处理器要激活然后应该怎么来处理等等 预处理的三个作用 提供检测的一些不能被标准使用的检测 的攻击或者异常 规范化服务用于使用标准的格式来呈现数据 整理数据呈现数据 然后重组装 然后给你排序 然后交给你IPS进行分析 其实反正就是把你异常给你 干掉 然后数据呢 好好整理 格式化 给你处理 然后呢 TTP流 给你收集包 给你重组装 然后再给你看 这就是网络分析策略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分析策略这也很神奇啊 如果说你了解这个IPS策略 我们来看一下 IPS策略其实有有几个的 你看应该我今天有四个默认的 分别想想应该是 最大保护 然后呢 安全优于连接 连接优于安全 还有 Balance 平衡 应该会有这几个 看这 你看 就这几个 对吧 这个地方你选的是IPS策略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 一会还有网络分析策略 网络分析策略还有这四个 也是这四个 就是网络分析策略也有这四个 名字一模一样 正好跟IPS这四个对应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选择这个 连接优于安全的 入线防御策略 那其实 你的这个网络分析策略也应该选择 连接优于安全的网络分析策略 还有这么个东西 OK 默认的网络分析策略的名字也有这个叫 Balanced security 那个 Connectivity 就是 平衡一下 安全和连接 OK 这个是哪点我给你比划一下 这个位置藏得很奇怪的 应该是高级部分 网络分析策略 等会网络 网络分析策略好 看一下 网络分析策略 这个地方你看一下 他有一个叫做默认网络分析策略和一个 在访问控制之前的入侵策略 他们默认的选项 都是平衡安全和连接 看到了吗 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这是入侵策略 然后呢这是网络分析策略 这两个默认都选的是平衡 安全和连接 OK 好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 首先网络分析策略就是我要预处理 处理完之后给IPS分析 上面这个就很神奇了 叫做 在访问 策略之前 决定之前的入侵策略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前段时间我还发了一个文章 我还发了一个 这个博文的 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么回事想想啊 如果说你要做 访问控制策略比如说你要对基于应用精英过滤 比如说你要对这个用户的URL精英过滤 你要做这些应用级的过滤 或者URL的过滤 那想想 你是不是先把TCP给建立了呢 TCP建立了之后还要有几个包之后 我的防火墙才能够知道 你是HTTP 你是什么样的应用 因为这个 建立TCP和识别应用总要花几个包 可以理解吧 就是我要对你 比如说我要对你QQ进行干掉 或者什么干掉 你是不是要给点时间 你需要建立TCP 然后再过几个包 防火墙想明白了啊 你这是一个应用 然后呢 我再分析啊 这个应用要干掉 这个应用要怎么地 才能够处理吗 是吧 那在还还防火墙还没有想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协议或者URL应该交给哪一个防控制策略处理之前那些包难道就让它过吗 难道就不管吗 看到吗 管的啊 就说 还没有判断 还不了解你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类前面几个包 我用 平衡安全和连接来处理 如果有问题直接给你灭掉了你根本就没 没有机会去见到防控制策略来分析 好 当然 这个时候呢 你还需要 前期再前 又前期 前期还要通过网络分析策略把你的流量进行 预处理 进行分析好 然后呢前几个包呢 还用这个策略给你 入侵分析 然后你建立完了之后这个IPS想这个防火墙想明白怎么回事然后再交给距离的防控制策略来分析你可以知道这个好麻烦好麻烦啊 需要预处理 然后呢需要 这个 在还没有了解距离情况之前用入侵策略来 分析 OK 这个这个变量级咱们一会儿讲变量级还没有讲啊 你看这个东西好 下面呢比如说 网络分析策略这有这么几个难道难道不能创建的吗难道不能修改的可以 我有解释一下 在所有这些面板里面你都没有网络分析策略的入口链 就是你不管怎么选上面大面板你就找到任何一个面板能够进到这个网络分析策略里面去 这是整个世界的唯一入口链 这是他整个 FMC的唯一能够 点到网络访问策略的唯一入口链 其他地方都进不去这是唯一的入口链藏着老鼻子深了 你看你要到一个 一个防控控策略高级要点到 点到这个地方来然后点到这个地方才能够进到那个唯一入口链里面去你想想有多么麻烦 好然后呢这儿你可以创建属于你自己的 策略 网络分析策略但是时刻不太不太推荐你 去改默认的 你看基于默认的然后又创建一个新的 可以理解吧 这个大概了解了什么叫网络分析策略什么叫做 在 防控制策略分析之前的一个住行防御策略基本上 大概了解了吧 好 而且他在说网络分析和住行策略密切关联的就说你要用那个 你要用那个 Balanced security Connectivity就是安全和连接 那个IPS那就应该应该用这个 平衡 安全和连接的那个网络分析策略这两个 要匹配上因为 他若是专门这么写的就是一对一这么给设计的 OK 好怎么进去已经有了怎么创建刚才也看到了 好 他下面呢就给你当然了你这个也可以改 你可以改然后他就给你举了几个例子大概能改个什么呢 第1个呢他说 你第1个要 要改一下就是 比如说 修改一个实例修改网络和端口号 比如说你们这是一个FTP FTP和Tilet的配置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你们的FTP工作的 FTP和Tilet工作的不是标准端口 你可以去稍微去 改一改 比如说你如果你们公司的 Tilet 除了R3可能还有其他端口 FTP除了这些端口 还有其他端口 好像还有网络吧我记得 好像还有网络吧我记得 我看这不是有Network吗 在这就Network Network Default OK你看啊 你还可以加一个Network 这个有时候这界面很神奇的啊 你看加一个Network然后又在这个Network里面做相应的一些 配置 就说这些如果这个 特殊端口号然后你可以基于这个网络加一个特殊端口号来进行分析 这是一个他说 这个你可以配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异步路由 异步路由如果说你确定你的网络 真的就 真的就没有办法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你确定你的网络是一步路由可以勾到那个勾 可以支持一步路由 一步路由也可以通起来的一步路由的问题 OK 一步路由 当然激活了个功能之后 一步路由是可以通了但是很多高级特性也没有了这个我们 防火墙的事也说过这个问题一步路由的事 你可以在这做 好啊 这就刚才说了可以在判断使用就是在 刚才说过就是在判断到底用哪个防火控制策略之前比如说对应用金过滤啊比如说对URU金过滤啊前几个包依然用那个 你选择这个入行防御策略来分析 就这个地方 这是 预先 这是 网络分析策略 然后呢先做网络分析 然后呢在判断防控制策略之前用这个入行防御策略进行 分析 如果这些都过了没问题然后再交给防控制策略分析 那防控制策略里面可能还有关于一个IPS然后把那些在IPS分析 觉得就这么麻烦 好 这个基本上套路搞得差不多了吧 首先是网络分析 分析策略 然后呢在TCP建立之前他还没有判 没有办法判断是哪一个防控制策略之前 用这个这个地方的入行防御策略进行分析 然后呢 你就用防控制策略里面的东西分析 网络策略里面可能还会关联一个入行防御策略那么还要用那个进行分析 对吧然后又说了这两个选择需要程度来做 上面是平衡安全与连接下面也需要去选择平衡安全与连接 这基本上是刚才的细节 怎么配 首先 自定义入侵策略和使用默认的都可以 然后呢变量级 一会儿要设计的变量级了刚才一直都没有去 配这个变量级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变量级的事 变量级 变量级然后呢 创建或修改访问控制策略并且 在访问控制策略里面调用 然后呢 配置安全智能 并且在访问控制策略中使用 然后呢把它部署到伸手 我来给你简单再走一遍啊 就首先大概是什么 首先呢你应该 创建入侵策略 就在这 你就添加一个入侵策略 最好是用 最好创建一个 最好创建一个新档 然后基于某一个 基本策略产生 这是一个啊 刚才大家说过 然后变量级 我们来说要变量级 又来说变量级 变量级 就刚才我们看到那个 HomeNet 还有那个外部网络 这个变量级 变量级说实在的就是 每一个策略都应该单独给它定义变量级 变量级在哪呢 在这 这是默认变量级 你创建新的呢其实也是会从默认变量级里面去 默认变量级 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你要去定义你的这个 HomeNet 内部网络 OK你也可以定义外部网络 你还可以定义里面公司的应该是服务器 你还可以定义这些相应的端口号 HDP服务器 OK 你应该为每一个 IPS策略 定义不同的这个变量级 可以解决吗 好 然后紧接着呢 这个变量级也说了 然后紧接着呢 就应该做这个访问策略 用这个访问控制策略 这就是访问控制策略吧 然后这儿可以调用 访问控制策略里面就可以每一个条目里面就可以调用不同的入行策略和不同的变量级 比如说 这就算一个策略网络点他 你在这儿就可以调用 调用入侵策略 对吧 然后这儿可以调用他对应的变量级 甚至 你这个默认的这个 入行策略选了之后在这儿都可以 配置这个默认的这个变量级 都可以 所以调用入行策略和变量级要注意 好最后呢就没有什么了就还有这个安全智能安全智能刚才也大概说过 这儿 就是深欲过滤 白名单黑名单 在这儿做完之后就是保存部署 完了 这就是大概他的一个介绍我先给你捋一遍 好这个系统提供的入行策略 那其实就是TANOS给你做的那些什么那几个 安全高过连接连接高过安全平衡还有最大的保护 这是 TANOS给你设置入侵和预处理策略 当然他都给做好了预处理策略那个网络分析给做好的 入行策略给做好了 并且提供预处理策略的硕士化设置和其他高级设置都给你做完了的 预处理和入行都做完了高级设置都给做完了的 由于使用了layer的技术 所以规则的更改并不影响客户自己定义的规则 好这个又给你说一下 刚才我们说过这个layer 我们这次回去再看一下那东西 这个设计挺牛逼的我觉得 变量机也挺牛逼的 每一个IPS每一个策略都有不同的变量机 他那个东西真的是 很复杂这个IPS真的很复杂 再看一下 我简单说一下layer 你一般来说的肯定是 从一个基础策略 为基本策略 然后产生你自己的策略 是吧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然后呢 它下面就是系统内建的策略 然后呢上面那个层就是你制定义策略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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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S会 会更新 更新的他不仅会更新那些他的数据库 而且还会更新那个内建策略都会更新内建策略都会更新 但是呢你改的这个东西是不会不会去修改内建策略的 因为你是在另外一个层配的 看一下 所以这个策略层的问题 这个比较牛逼的地方在什么看一下 他这是内建内建层 有时候思科要去修就是 就是 其实这个内建策略他是不建议你去改的 虽然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改啊 但是思科不建议你去改的东西 因为这个这个内建策略他会更新 特别更新更新的时候他自动会改他的内建策略 如果说你把 这个改了的话更新就不好做了 对吧 他说呢 你这个最好别做 你要改呢 你自己改的到你自己的这个层里面去 改到你自己层里面去 他不管这个东西怎么更新 你改的东西都不会动 就说你 你这上面是禁了 你优先级高下 上面优先级高下面优先级低 你这改了你把它禁用了 他下面他这个 Tanos给你打开都没有用 啊 就你改了东西 他不管怎么地 他都没有用 只要你确定你手工改的 他不管怎么改他都没有用 OK 当然如果说你没有改的 他可以自己去 Tanos这种给你更新 就是他是会帮你把这个更新的 你自己改你自己的 你改了 他就算给你 就你禁用了他打开也没有用 还是你禁用 你牛逼你上面层高越优先 可以听见吗 通过这种层的方法就把 系统内建的和你改的都分开了 他更新他的 你改你自己的 他东西还可以持续更新 可以听见吗 以前那个很麻烦啊 以前那个特色码 以前的这个 这些内建的策略是不能更新的 他可以内建策略都给更新 内建策略不断给你调拥 你的策略他你自己的东西 不影响 你自己配的 他跟你他的 这完全不影响 这个思路也挺不错 而且一会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城也挺牛逼的 城还可以分享 特别拉风 这个城技术也是可以 分享的啊 有这个城之后 有这个城之后呢 就说司科的更新呢 其实跟你就 不特别冲突了 虽然说你可以直接使用内建策略 司科不推荐 司科应该说你自己还是创建 属于你自己的策略会比较好一些 你自己的策略不是也是 源自于他吗 基础策略也是他吗 对啊就这个好处 就算使用了默认策略你也应该 配置入侵参数就参数还是需要 不是说每一个策略都应该配一个相应的参数 因为你这个策略在你的环境下面 你做的 你的Home网络 你的外部网络 你来HTT服务器 可能跟其他都不一样 因为FMC 可以管理很多 环境下面的防火箱IPS 所以说应该 每一个IPS 策略呢 就应该单独去定义那些 变量级 请注意叫变量级 好 变量级 不是变量啊 再说一下 是变量级当里面的变量呢也可以做 再看一下是变量级变量级里面还有变量变量可以自己定义而且可以创建新的你可以改他类件的这些 变量级 也可以创建新的变量而且新的变量还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变量级 就是他的layer可以分享给其他的策略他的变量也可以你自己的变量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东西都是可以 其他都是可以的 你看 你创建再看一下你创建这玩意是个变量级叫做变量级 变量级好当你创建一个新的这个变量 比如说叫test 然后你可以把一些东西放进去 随便放啊 放进去 然后当你创建的时候 有两个选项 说你是否使用这个变量作为默认变量 为其他的级 如果你点yes这个变量会在所有的里面出现 OK 如果说你选no 他就会 他就只会在你这个里面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做了一个 这个应该是在只在我这里面出现 上次我以前做的一个印是share的 你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 这个 怎么会都出现了呢 这个不太对吧 应该可以设置有些是共享的有些是 这个 这个全部都删掉了 我看我再试一个 应该选择 应该选择no啊 这应该是可以share出去 然后也可以属于你自己 再试试啊 这个是怎么回来 Ani Value Ani 你看啊 这个确实还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 就是我自己定义的 他这个虽然说有 但是其实没有我的值 他这个虽然有但是没有我的值 我再玩一个啊 我来一个share 这是我选yes 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有我这个 而且 都应该有我这个值 OK都有这个值 大家又在效果 其他的Ani就没有什么太多用啊 OK 这就是你可以 首先你说变量集 调的是变量集 然后变量集里面可以变量 变量可以 你独有也可以分享给别人用 都可以 好还有一点 他在说 他说你所有的你所有的修改 这还是好理解的 就是你的修改 入新策略就要改了 那需要重新部署 必须重新部署才能生效 这个好理解啊 就是仿佛的策略做了之后 不是也应该 重新部署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趣的 就说 他好 他说他不是会周期的更新吗 他更新的时候也会更新他的策略 你想想 他的系统自动更新的 更新完了之后呢 如果说你部署了又不生效 你不部署了又不生效 那么下面呢 他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他说呢首先你激活自动更新 然后更新完了之后呢 他会帮你自动部署 就是把他的更新的自动部署 可以见吗 你自己的还是你自己改的还是自己部署 但是他更新的会自动帮你部署 好这是五个默认策略 刚才我们看到了啊 当然了这个网络分析策略也有这五个 平衡 连接 优于安全 安全优于连接最大检测 他还有一个没有策略 没有策略就是你自己家 他说这个是高级用户才会用的 建议还是用这些 你创建一个新的通过这个来 通过这些来产生基础策略 好策略层啊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策略层 我反复说过这个策略层的问题 我再点到策略层里面去 我先把这部分先断了